好快呀 怎么这么快呀 我感觉是我太久没有直播了吗 为什么这么奇怪呀 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我今天定了这么高的内增高 好快呀你们 我怎么感觉我自己今天好奇怪呀 怎么 嗨好快呀你们 这就跳完结束了 住眼住眼嘛 就是住眼完就结束了呀 速度好快对 这衣服真的好像时间的歌 这衣服就是时间的歌 因为本来是想穿初恋蝴蝶同款的 但是呢中心没有 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穿一个差不多颜色倒过来的 谢谢快乐小银店的玫瑰 好久没赶上直播了 因为我好久没有直播 我自己感觉就是这个光怪怪的 还是我自己看我自己怪怪的 还没来得及看了 然后她一口面壁去了 很快就那什么了 第一个眼完 我真的很久没有直播了吧 我感觉等一下啊 我感觉我现在没有鼻梁 等我修一下我的鼻子 给她来一个苗 苗鼻子 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我今天眼睛好小 可能是我怪怪的 对我也觉得我今天怪怪的 但是我说不上来 我不知道 但是 我说不上来哪里奇怪 是因为我把刘海剪得太短了吗 还是我今天眼睛有点肿 还是我今天鼻子 怎么回事呢 就是很奇怪 太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我现在有一点局促和紧张 有一点害怕 还没有来开玩笑 哎呀怎么快没区别吗 真的吗 鼻子比你人身目标都高 换了一个高情商的说法 有没有感觉 晚上好呀 对电台 电台有 露脸应该很久了吧 有一周了吧 我的两只眼睛今天是不一样大小 因为我昨天眼睛肿了 16是不是还有一首歌 大家 大家如果努力16就还有一首歌 他在楼下他等下还有MC呢 没想的话就是 没想就拉倒吧 紧张的话就是鸭子张嘴的可不必 好紧张啊 虽然说那个是一柳的那什么 但我真的好紧张 举出嘴瓢一个那批 嗨晚上好 诸位团在那个边边角落里 他现在应该没有机会给到他们吧 你现在演到哪呢 没有没有回到当初刚出道的时候的感觉吗 没有吗没有人觉得这个跟刚出道的时候差不多了吗 谢谢小震的秋天的奶茶感觉好甜 因为出道的时候 出道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 我今天特地扎了一个这样的头 辛苦不辛苦都快乐 你刚看下口袋有没有老粉给科普一下 就我刚出道的时候挑一下初恋蝴蝶 衣服对衣服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相似吧 就是颜色是相似 谢谢拿你的玫瑰花 谢谢拿你的两个玫瑰花 谢谢汉堡的就是就给云光吧 谢谢你的就是就给云光吧哟 没有那感觉了 怎么我眼里是没光了呢 还是我变得变得老沉了 我知道了我已经没有那个 没有给大家感受到元气和快乐了 现在就是眼里没光了 非常老赛皮 就现在坐在这里就是 就是摆烂随便就无所谓 是吧 跟刚出道的时候一样紧张 今天真的很紧张 可能太久没有那个了 上一次上台什么时候 上一次是二十 二二四 我不记得 四月四 不对 四月 四月八 说起白有没有大摆锤 有啊我那天不都发口袋给你们看了 没有看我大摆锤吗 一定是很不关注我吧 我那个蓝色紧身裤不漂亮吗 我大摆锤蓝色紧身裤 嘎嘎漂亮的 已经隔离了天婚店 真的是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几 好 谢谢爷瑞的99个影光棒 谢谢你99个影光棒 呀 我饿人线带装我没有啊 我玩赖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平时公演穿鞋垫 平时公演穿 平时公演那个穿的鞋垫是1.5公分 1.5的 然后今天的鞋垫有 平时公演鞋垫就这么高 然后今天公演鞋垫有这么高 你们没有发现我根本就搭不到瑜伽位吗 我那大摆锤好看吗 我那大摆锤不好看吗 我那蓝色紧身裤不漂亮吗 嗨晚上好呀 我那大摆锤的摆动幅度多大呀 我那个 我那个 你没有看我的口袋环间吗 我那个蓝色紧身裤 白色 白色打底 我下去看 我下去看 你一点都不关注我 你一定是在 是视频还是图片 当然是大摆锤 怎么会是图片呢 你一定是在报复我 上次没有看你吃冰淇淋吧 你蝴蝶姐姐在那个背后 在衣服背后 卡在脖子这 瑜伽位跳过大摆锤吗 瑜伽位在我们排练的时候 跳过大摆锤 今天没有凹进去 今天其实 在彩排的时候 小猪老师和文字老师 他们都疯狂的在底下 笑 因为 我实在太矮了 谢谢螺蛳粉 金代表的三个玫瑰花 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有一个搭拱桥的动作 然后让一柳从中间窜吗 然后呢 你知道的瑜伽位1米7 7多少 73 1米75 1米73 瑜伽位1米73 好棒哦 然后呢 王英柳1米72 林嘉宜1米72 王英柳1米72 林嘉宜1米72 林嘉宜1米7 然后 谢谢 那你的牛牛 林嘉宜 那个瑜伽位1米7 对 瑜伽位1米73 王英柳1米72 林嘉宜1米72 iti不到 对对对 雷etry Niet Does 么 blurry 谢谢 他 我以为是牛牛 幸rai没找武伯凡 本来是要找武伯寒的 但是因为他要评审团 林嘉宜1米7不到 然后那个拱桥呢 我就搭不到1米73 因为1米72 的林嘉宜 搭不到1米73 的援佳位 然后 今天穿一个非常平底的鞋子下去了 我就给余伽部搭手搭不到 然后 manual从后面 窜过去的时候 她的脑袋直接撞在了 我的手上 然后两个老师就在底下报笑 太尴尬了 晚上好呀 我的粉丝一米三 不我的粉丝都是两米三 我多垫一点 所以我今天不是垫了吗 今天小鱼的就是平底的 所以我们俩搭在一起 虽然还差一点高度 对啊 我的粉丝都两米 没有到两米的 就是自觉去跳那个本草高幕 垫了差不多一米七 谁说的 垫了都才一米七不当 看得出真的垫的很努力 这是我 垫的最高的一次了 我之前跳舞 从来没有垫这么高过 因为我连高级鞋都穿不好 谢谢小郑的三十个巧克力 谢谢你的三十个巧克力 一米二的粉丝就是 可以走去隔壁一米七 七三那边 先就一个注意 对啊 今天不是我的那个 今天是一流的 注意 你们有看出来是什么 什么那个吗 就是我们的剧情 有人看出来吗 肯定没有 哦不对 应该说你们看了吗 谢谢 过来小银 现在就是就给荧光帆 谢谢你 就是就给荧光帆呀 对 第一只兔子 下次接个腿 接个腿我怕不太灵活 还不太熟悉 谢谢小郑的二十个巧克力 谢谢你二十个巧克力 看了吉祥三宝差不多 你亲了一流一口 我看到他脸上 嗯 口红硬了 我很守拍得 我不干准 所以我说 我再来四八之前 我从来不会去亲我的任何朋友 那是你对你的朋友不好 亲朋友怎么了 哇 还有剧情 很快 我是来这儿跟你学习到的 然后就才会 哇怎么会跟我学习到 我到这谁都没亲过 那个谁 我来这儿只被人亲过 我可谁都没亲过 对啊 就是啊 然后你又说 朋友之间 谢谢小皮 可是我就不觉得 我们演兔子们不 我们是演的前辈 我来四八前谁都亲一下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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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什么变态吗 我走在路上 看的好看的美女 我就抓过来 来 亲一个 把那个脸扒过来 就亲一个什么 那路上 那我 今天好甜妹啊 做甜妹精彩不甜 我已经很久没有 嫁过双门尾当甜妹 我上次亲元宝 对我来这里只有亲元宝 没有亲过其他 任何那个 嗨 你是拍档表演完了吗 温西 我等着看你这家拍档呢 你表演完了吗 你不已经表演完了吧 支持甜妹就是 没有还没上 阿娜现在在房家闻账 对啊 女生之间亲个脸怎么了 好朋友之间亲亲怎么了 亲脸 只有亲脸了 没有亲情啊 我以前就亲亲过玛娜呀 那也没有亲过别人 对啊 侄女之间亲亲怎么了 只有会非常害怕的人 就是心虚 就是不能乱亲才会害怕 那给小鱼亲一个吧 就是很奇怪 她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不懂 我不能接受 我可能不能接受别人亲我 我亲别人呢 我稍微有一点点就是 是我刚刚亲一流 也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就是 我要不是口红抹得多 我都其实隔的距离隔得很远 我这套衣服都要吃时间的哥的衣服 亲三哥 亲三哥就不好吧 这真的很容易被当成毒瘤打出去 算了我就是不内什么 谢谢余姨梦的是个玫瑰花 不扣钱吧 亲亲脸为什么要扣钱 又没有干什么 这么甜的一个歌 他能在里面看出一些 宣传 嗯什么的感觉吗 没有啊 这是这是我们俩是前辈 然后呢一流是一开始看到我们俩 就是什么什么梦醒啊什么 我忘记他怎么说的 然后看到了 后来他加入了我们 对 所以特地穿了 跟初恋蝴蝶差不多的衣服 就是因为 他说我们是他之前进团前看 我们假装演他进团前看前辈 他特地叮嘱过我们 他说 那个我只是看你们 并没有推你们 就他特地叮嘱了我们这件事情 亲是亲了 但是没有产生感情就没事 那也 那也不能乱亲的你要经过人人家同意你才能亲别人 你也要有关系好你才能亲别人 你不能你马路上随便找美女你就亲人家呀对吧 绿马现在绿马不不来塞了你还要有那个阴性的核酸检测报告 然后还有十四天鹰的那个抗原小队长给我看一遍啊就是光绿马现在是不够的就是你那个什么周边小区啊有没有什么阳性啊中队长啊这样的是这样的现在不能乱亲 谢谢诚哥的巧克力嗨晚上好呀清出感情也是可以的呃这个东西就是我这里是不推不推崇这种靠亲亲来的感情啊就是你路上随便看到一个好看的心仪的对象你想要跟他发展一点故事但是你就冲上去亲他一口然后你说哎我们了解一下吧嗯这个就是有一点我觉得 真的亲服了嗯这么严格现在很严格现在很危险 不好亲的对呀现在还要考虑潜伏禁看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我们都算是密接了对不对 这件衣服是猪眼穿的吗对呀这件衣服是猪眼穿的 口罩亲 你是看了什么吗 好了解怎么做流氓啊什么好了解怎么做流氓嗨一楼你在楼下吗 让我们在这里给王一楼女士送上最诚挚的呃就是辛苦 王一楼女士辛苦了 祝王一楼女士就是王一楼女士的舞台很好看 王一楼女士辛苦了王一楼女士好棒王一楼女士可爱漂亮又迷人 鼓掌 他那个今天就是非常非常好 我也辛苦我不辛苦 我命苦 不是没有我开玩笑的 没有我开玩笑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辛苦我为什么会辛苦 我为什么会辛苦啊 祝一楼对祝柳泽哥 祝我们一姐那个一路顺流现在去外面只能穿上大白然后戴上那个东西 最近过的不好吗我最近过的还行吧 怎么算好呢就是你们大家所定义的好是什么 嘴边脑子快不是就是不小心说出了真实真实想法 谢谢草剑立口的1月13号的佳怡谢谢你 没有漂亮姐姐谁说的我们一姐不漂亮吗我们一楼姐不漂亮吗什么没有漂亮姐姐好奇怪呀 多少真心话就这样玩笑说出那肯定是 那我每次说出来的玩笑说出来的真心话大概就是说那种 嗯 就是一楼啊我可真喜欢你这种东西 谢谢哈哈的荧光棒谢谢眼淇淇淋的 夜蝶谢谢你的夜蝶 谢谢你的butterfly two butterflies 谢谢你的两只蝴蝶 谢谢你 谢谢IGHTCAP巧克力 谢谢你 这话一楼能当真的 就是说的就是真的 我看到你那个刷子的粉头了 一楼上MC了 哦今天是那个七七的 六六的生日公演是不是 怪不得啊一楼在自我介绍好甜我们宝贝 我们宝贝今天穿一件粉色衣服非常的甜好漂亮啊 大家好我是 不是刷子我刚我之前只看到了刷子是今天 发的吗等我下播了就看 口红印好清晰呀 嗯 对那我们这个第一组的想法都很不容易 那个口红印让我想到了 那天我结伴的口红印 这次准备的过程中 我结伴有应有口红印 然后口红印就变成了一些 哎 从哪开始的 哦 YYX有没有看到一楼脸上的口红印呀 他会不会生气 桌子不够不太够用的样子 有点不够高 YYX不生气吗 YYX会吃醋吗 YYX会觉得 为什么呀 王一楼脸上口红印怎么不是我亲的 跳舞不太方便 第1场对第1场他们说 我的话就是我这话里有话我没有啊 就是 我没有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难点 然后呢也是第1次一个人solo 也是我人生中第1次当第1组第1个 这种 就就就好多挑战啊 不过不过还好现在演完了就很开心 就感觉自己又完成了 大事 呃就很开心 你的好说的开场 好活说 对 谢谢拍下 我最难 最最难的就是 借衣服因为 好了一秒的mc结束如果是我我会吧如果是我我也不会 就是 大家都走这种 然后很辣妹然后我就 苦苦追行整个中心然后二楼三楼 讲话好像登丁 这时候就要把他的话和他那个披风 装备是我凑起来的 因为大家都没有可爱的东西 我今天真的跟出道的时候 不像吗我就差点帽子吧 我差点白帽子我就回到了 梦回出道 变少了 然后我还特意去找那几个很 很可爱的小朋友比如说 延庆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们都没有可爱的衣服啊延庆都 他打包带走了 你拼拼 今天刘海也是短短的因为昨天我自己当剪的刘海 就有一点短短的 我的马尾发色变对我的发色变成了 黄色 然后我的话我就觉得因为 这个第一组吗有七个我们队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找助演 发现找不到助演 因为我们 快点 打招呼来 say hi 马尔最近身体好吗 马尔最近身体很好 她最近天天在减肥 是不是好大一只 我给你跟大家说吧 她真的长胖了很多 跟大家say hi 不要笑 不要在那里笑 他的搭档不许他 我们两个人跳双人舞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真的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恭喜你用自己的血肉给他们那个就 你 你 真的 你稍微营业一下好吗 没有没有没有 看玩笑的 看玩笑的 然后这个就是有感觉 这首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 这 这个 这个公演 我觉得 很困难的事情 家庭地位没办法 我是整个二八地位最 最低的了 大家就为了这个最佳 为了这个搭档 就是说 连公演都不愿意 看得出来真的非常不喜欢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奇怪 她真的很不喜欢我 不喜欢我一半了 我妈妈今天给我打视频的时候还说你要对猫好一点 我说我对猫不是挺好的吗 这是公演 我刚被人家报答 就是想要点评 轻轻你先说说呢 轻轻今天穿很古风 啊什么 很古风 嗯对就是是某个成员的助演 然后呢 嗯 就是 谢谢泰孟姆卡克力 又是不女风猫 我妈肯定是看了B站的一些 直播回放 直播回放 然后 他才说叫我对猫好一点 猫猫 猫猫 新鲜汉堡的是个巧克力 是个巧克力啊 突然发现你电脑屏幕上有猫猫 就是这个季节的 猫 非常的 今天那个 第一只兔子我找 惠惠前辈帮我录了一下 大夫 虽然只有前面一点点 然后但是 我知道惠惠前辈 稍微帮我录了一下 到时候我看一看 然后发一发 第一只兔子很好听对 而且我在下面看一流演出的时候 有一点热泪盈眶 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真的有一点 热泪盈眶 就是看到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 就是就是 也不是他有一点 就是有一种自家看着 自家小孩 然后堵到一面 站在台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觉得 真不错呀 我说 然后我就觉得一流 我离院吧 眼睛很容易 我真的 很容易 就是 就是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很 很感慨的感觉 因为一流一直说 他干嘛 他去咬了牛奶的管子 就是有一种 就是好朋友 独当一面 站在台上的时候 然后看着他 那就反正就是很感慨了 就是很感动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最近 最近很容易掉眼泪 又到了敏感脆弱的季节 又在这一个春天 你们不懂 你们不懂 你们想象一下 你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 他 他 之前就是 一直是属于 没有什么 就这件的确实吧 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机会 然后就一个人站在台上 表演这东西 然后突然你发现 他一个人站在台上 还蛮亮眼的 很自信的微笑 然后唱着那种 很自信的歌 我就是觉得 太感动了 然后我在那边捏着 花瓣的时候 我就一边捏 我就一边 一边撇 一边捏 我就一边撇 我说太感动了 我说这一流 一流这歌选的好 我们一姐 真不错 麻烦是这样的 夏天的风 让人脆弱 敏感的你哭红了 演了 今天应该让我去当评审团的 我看着一流 可能肯定能说出好多东西 你的好朋友不从事演艺师 也就是 这是一些个 你不太懂 就你特别喜欢的小偶像 他从一开始 缩在角落里面 然后不敢一个人 站在台上 然后会害怕 到后面他敢一个人站台上 就非常自信 我又觉得 真好 我哭了我没哭啊 我只是美童有一点亮 大家想gay到同款吗 这次B站的投稿 B站的投稿 是金曲的那个 谢谢OK的99 跟巧克力 谢谢你的 99跟巧克力 谢谢你 成长了真的就是 我现在可以当评审 评审一流吗 还是评审其他舞台 你先哭了 真的很感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就在底下捏花瓣的时候 我就看着他在台上 然后非常自信 然后他那边画画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感慨 我说 我就在想 我说 对就是 这是他那什么东西 谢谢小逼奇的秋天的奶茶 评着评着就哭了 然后到时候大家又说我 很会哭 真的很代入 很好代入 其实是这样的 这次金曲的那个奖励是那个 冤嘛 然后其实这个 怎么说呢 他 我好像至今跳过几次性感舞 性感舞的舞是那个什么不锈钢吧 好像也没有跳过别的 谢谢一架2等于3的5个巧克力 然后就是不锈钢 不锈钢和那个 和冤又是不一样 然后冤吧 那件衣服 大家看到背面的时候 那件衣服有没有看到 皱在一起的感觉啊 看到我背后的皱在一起了吗 因为我在身上别了8个 8个灰心针 那衣服太大 快点叫你去学习 不能再看美女 快点去学习吧 小小年纪满脑子都是美女 可怎么回事啊 学习是自己的赶紧去吧 赶紧去吧 对自己的表演有啥启示吗 我光顾着感慨了 其实我的歌选完了 但是我还没有安排 还没有就是还没有想那个什么 该怎么 去那被骂到 真的那个 光顾着看美女 再过一阵子 对再过一阵子就要轮到我去读到一面了 然后呢 我的歌吧 两首 就是选了很久 为什么选了很久呢 因为两首歌 风格完全不一样 然后就是 嗯 就是摆烂 怎么可以摆烂呢 就是这样吧 要不我就 也不播太久 咱们就是早一点下播 然后早一点 不行呀 我下播了 你们不看我 不就是去看别人了吗 这个东西吧 我不太相信 你们会自觉的 我下播了 你们就不看其他美女了 你们可能就会去看其他的 是吧 就是 没意思 那我要不还在这死撑吧 谢谢小新的蜡笔的夜碟 谢谢你的夜碟 谢谢你的两只蝴蝶 谢谢你 谢谢你的tuba slice thank you 不会单推 然后就直接那个 就直接关掉口袋 林家一部直播 我今天就不会打开口袋 林家一部营业 我就不会开口袋 只有林家一动 我才动 林家一动我动 林家一不动我也不动 是这样吗 刚回来的 我没有刚开始 不看面 所以别下了 那也不行 结果是你屏幕脏了 我确实长了个痘痘 长在了这里 只看了两个女生 另一个今晚不活了 哦 哇这个还有pv的吗 跳播直接关口袋 元宝不在你就走了 申请给元宝 对啊他这个还有pv的吗 这还可以放pv的吗 但确实 好那时候 去抖音看三哥 你怎么知道我枪天没有在看 只能看回放对 因为这两天那时候 粉丝看个把别的小偶像算什么 铁血蛋腿 那也是没关系的 如果那个内什么的话 你们就是也内省一下 没关系 你们去看一看 我看雪英领主吗 当然看啊 我怎么可能不看 雪英领主 我怎么可能不看 你们都看了吗 疫情风快能拍pv 这个都是在那个 自己用 全员自己在中心拍的 其实咱们成员 真的什么都会看了吧 看cut 我是去欣赏美女 欣赏我们的 我们公司两个美女 GIGI 我看别的小偶像主播你不会生气 我过去把你手机给砸 没有了谁啊 元宝前妹还有三哥 对就是去看和妹 其实我们 小偶像真的什么都会 当然我不是指我啊 就是其他很多小偶像 之前他们说 他们是这么说的 之前呢 可能很多像pv这种东西 就会交给公司去拍 但是后来发现 成员们自己拍的很好 哇 这什么 暴风雨之夜 就是当成员们全部 自己都会了之后 就大家 公司也就不安排这个了 是吧 我会倒立洗额 我什么道理洗额头 给别的小偶像送荧光吧 为什么要道理吃面条啊 你们看的小偶像都会道理吃面条吗 对啊 就是 明天你就要去上学了 看不了我直播了 那你上学的时候要加油哦 上学的时候千万不要想我 你要先学习哦 学习学好了再来想我 公司以前拍的真的很烂 但是 但至少他还会给你拍呀 现在他不会给你拍了 因为他现在知道你们自己可以搞 你们自己可以搞定的事情 那么既然你们都 自己可以搞定了 我为什么还要给你们出钱出去给你们搞 对啊明天是工作 今天是 六 星期 六 明天星期天 当过做饭阿姨了吗 我就是说 比人 阿姨 邻居阿姨 比哪个当志愿者两次 没有一次直播给大家看到 啊就是 嗯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好像 很 好像是去摆烂的志愿者 谢谢 谢谢弹推 不是先弹推 谢谢番茄的权杖 谢谢你的权杖 谢谢你的魔法棒 谢谢你的魔法棒哦 你的摆烂能量 谢谢 谢谢番茄 贴贴不行不能贴贴 现在一钱严重 现在还不能解封 再等等吧再等等吧 我也很期待我的志愿者直播 我把所有东西都带下去了 然后 我真的会醉 我第一次 昨天你遇到美女 真的叫林嘉宜 就是林嘉宜 可能叫林嘉宜 这样都挺好看的 冤收到了 嗯就是可能有一些没有那么 那么的那个 然后呢就是 后面就是 但是 我其实 哎呀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 没有我自己预想中的那么好 但是就 但是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林嘉宜 所以你就将就这些收着吧 他的名字好长 他的名字最开始是没有这么长的 后面最佳拍档之后 他的名字就变得很长了 有考虑报名 MMYW是什么 默默有文吗 默默有文 有啊但是 没有什么 故事上去讲 看见我穿的 白裤子 对我只穿着白裤子 是这样子的 我第一次志愿者 跟小树 我们俩下去之后 我们俩下去之后呢 是这样的 下去之后我们现在 上班上坐着 坐完之后陶阿姨跟我们说 就是给我们中心打扫的阿姨说 社长今天上午说 今天你们下午的工作是去 打扫舞蹈房 然后因为第1次下去当志愿者 人也不知道 怎么直播也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我和小树就去扫舞蹈房了 扫完舞蹈房就打饭 对就是 就是第1次第1次 然后第2次呢我就 知道了大概是干些什么 我就而且看了很多大家的直播 我就带了个直播架子下去 我就一切全副武装 手机电充满 我连电宝都带下去 然后坐在沙发上摆了 我先是坐在沙发上 然后 然后我问 然后我和小树问工作人员说 我们说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呀 有需要记得喊我们哦 然后 他说没事 没事情干 没事情干 然后我们就先坐在沙发上摆 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我在那边找舞台 找完之后 社长来了 社长来了 我想社长来了 我们应该有事干了吧 社长来了之后呢 社长跟我们打招呼 非常热情 然后社长就坐到外面晒太阳去了 我们俩就去问社长 然后就感冒 打羽毛球把自己打感冒 然后就跑出去问社长 就坐在社长边上 大家知道我们外面有一个 白色很大的圈 然后一个凳子 一张桌子和两个凳子 然后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我也想直播羽毛球 但你等我讲完 讲到羽毛球 等我讲到羽毛球哈 然后我们就去坐那边 坐那边之后呢 坐在社长边上 社长 我们有事情干吗 阿山要说 没有前面志愿者已经把今天要干的事情 基本都干完了 然后你们也不用打饭 你们先休息吧 我们就坐在了外面 坐在外面之后社长 那个 他在外面晒被子 谢谢LNY的25个荧光棒 谢谢你的25个荧光棒呀 他就在那边晒被子 他拿了羽毛球拍在那个拍被子 然后呢 屈屈就说 屈屈就说 哇有羽毛球拍 有羽毛球吗 可以打羽毛球 然后社长说有啊 在里面你们自己去拿 然后我们俩就去拿了 拿了之后 出来 风好大呀 就是我们来回都没有打过 就没有 接到对方的球 然后我就一个使劲我把球打到 我们那个大巴车 你们知道吗 小巴车 就我每次去剧场那个灰色的车子 我把羽毛球打车子上 把羽毛球打到车子上去了 然后就 非常的无语 一共也就打了三四下吧 然后我 就把羽毛球打 是我打上去 我打到车子上去了 我就去找社长 我说社长 我把球 打到波 打到车子上去了 是总选那个大巴车吗 不是 总选大巴车是租的 就真的是我打上去 可不可以讲讲我1号几点到几点 1号 一点吧 一点 要不我现在下了直播去帮你看一眼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充分 我现在就要下播 我现在下播去看一眼 我到底几号羽毛 几点 没有了我等一下下播了 然后再去 再去看一下羽毛首是几点 好像是一点到两点 好像是 我等一下去看一眼 没有啊开玩笑 我们打 对就是想让对方接到 但是接不到 我就打到车上去找社长 我说社长 我把球打到车顶上去了 社长说挺能耐啊 他说社长的那个东北口音 你们也知道的 挺能耐啊你 然后就是那个 就那次吹风吹感冒 晒太阳吹风打羽毛就把自己打感冒 还把球打到车顶上去了 现在球下不下来 我都不知道 想跑就只说没有 怎么会想跑呢 踢卸一套夜的荧光棒 然后这就是我的第2次 这是我的第2次志愿者 大家的志愿者好像都是在为别人服务 我还单纯去享受还把自己享受感冒 然后就觉得有一点点惭愧 有一点真的是有一点惭愧 他们进行到哪里了 这是原创 然后把自己打感冒 我真的 笑死 不行我得拿纸巾 我感觉 他有机会当志愿者吗 当然有机会当志愿者 后面应该还会有机会 谢谢小仙道的三个玫瑰花 谢谢你的三个玫瑰花 有好好喝吗 喝药吗 有啊 余嘉卫 余嘉卫 余嘉卫真的有在好好照顾我 上海高层的真实状态是出去享受的 上次那个吴子琪谁赢了 上次那个吴子琪 当然不是我赢了 我一共 一共感觉下了好久啊 下了两个小时的期 包在发床上了 因为化妆的时候放在了这里 小鱼真的那个 填的纸巾什么牌子的是 叫什么baby什么的 baby什么的 你直接搜那个鼻炎 鼻炎专用 鼻炎患者 专用纸巾 你家就有那个是紫色包装 今天早上看小鱼和小午下期 真的吗 上链接 今天是开始推纸巾是吧 上次推了什么来着 上次推了推过美童 推过 推过散粉 现在给大家推纸巾 我现在给大家吃纸 下次零食都给他好吗 说到零食 说到零食 我们的那个零食都在 刘姐的肚子里 一柳可好笑了 一柳真的很好笑 我不是就是上次 就是袋子我会放在我自己的桌子底下 然后呢 一柳有时候就说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呀 我说你自己找 然后一柳就蹲在我的桌子底下 就这样蹲在这 他能在这里蹲那个 45分钟到一个小时 他就一直这样蹲着 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天哪 我不能再吃了 我把你们的零食都吃完了 我上次拆了一包就是那个咸淡黄鱼皮 我吃了 我吃了 吃了一点点 我吃不下了 我放荡了 因为我说我吃 然后我说行你吃吧 然后他蹲在那边 吃到剩一点点的时候 他说完了林嘉宜完蛋 他说 他说 他说一整包都被我吃完了 真的一整包被他吃完了 今天看着有一点 肿吗 看我下午子期 我根本就看不清楚 我到底有没有那个什么 咸淡黄鱼皮什么牌子的 牌子的是 是一个新加坡的牌子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那我喜欢哪个 我喜欢那个咸淡黄 土豆 喜欢那个咸淡黄土豆 大家在生活中心关的都挺原论的 今天舞台好看 真的吗我还没来得及看 什么时候把元宝上链接啊 元宝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就不直接带走 那先问问你是不是 土象星座 你如果是土象星座的话 我觉得他也会有一点讨厌你 咸淡黄鱼皮真的很好吃 但是瑜伽也不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瑜伽也不喜欢 可能因为他是鱼吧 所以他不喜欢 上 上橘子链接 那肯定不能上 我问过元宝 对可以那个你们可以思量推推链接 然后 是真的挺好吃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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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面也很好吃 但是瑜伽也不喜欢 很奇怪瑜伽也不喜欢那个方面 你发现风向星座你说累了 不是 星座影响吃东西不是星座的影响元宝喜不喜欢你 为什么会直接套麻袋 你怎么帮我上链接了 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想吃什么 咸淡黄鱼皮 就是认准这个 我能接受啊 我跟一楼都能接受那个味道 他就是刚开始闻着很怪 就是你大家知道吗那个 面的味道 面汤的味道是 椰汁里面加上海鲜的那种 那种方便面汤的味道 虽然一开始闻着很奇怪但是 越吃不是 是一个方便面 但是越吃越好吃 就是 怪着好吃 东南亚风对对对对 一颗上海青能换几包 换半包 对就是 是真的 我觉得还行但是 瑜伽卫跟我说 瑜伽卫跟我说你能不能出去 你看小鱼这么宠姐姐的一个人他 居然跟我说了 你能不能出去 就是 看来小鱼真的不喜欢 说到小鱼照顾我 大家应该也在他口袋房间看到了吧 他给我拍了一张定妆照 那天我回来我记得那天几点 9点吗还是10点我就睡了 睡了之后呢那个小鱼给我烧了热水 给我泡了 吓我一跳 然后给我泡了那个 给我泡了那个感冒 然后嘛把空调关了给我倒了热水 他说林嘉宜 我每隔 每隔三分钟过来一次 然后他说那个现在看你可能看不到 每隔三分钟过来一次 你最好就是不要动 因为他下一次来的时候真的很热房间里然后可能因为我 出嘘汗什么我就很热 我开了对啊我们天上天开了冷空因为房间里很闷很闷 然后呢 就那个了 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就把酒和手伸在外面只盖了一个肚子 那么好 没有没有他 其实小鱼真的很会照顾人 就是虽然他平时大家看着都是 那么小鱼最小什么但他其实很 很会照顾人 他就是一个 有一点 我刚才夸我 你能不能等我走的时候你夸我 我刚就夸你 那你出去 那你出去 那不行啦 那你 他是一个嘴硬心软的 我哪好意思啊 我脸皮很薄的呀 我看你一脸没脸红 你看得那蹲着 我脸红了呀 红屁股似的 感冒不好好盖杯子 因为真的很热然后 就是闷到人很难受 透过气了我就把那个那什么 对他其实下棋看得你心慌慌 小鱼下棋 我还没 干嘛 谁替我下棋 我现在 我也是在学习中好不好 你今天赢了吗 没有赢 但是我跟他僵持了很久 我们俩 不是5G3是吗 我们俩2V2 那一局迟迟没有下满 多喝水 对小鱼还会给我倒水 他真的很好笑 对 对我以前不是给大家送过这个吗 然后因为小鱼那时候 一元色的紫色 我就给他送了一个这个 然后 他给我倒了一杯刚烧开的开水 他说林家姨给我喝 我说太烫了 我喝不下去 他太烫了 小鱼说那我给你吹 他就拿着这个 他就拿着这个 一直给我在那边对着吹 然后 后来我就拿过来 我说我一边喝一边吹 新粉应该都没有看过 林家姨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一边对着吹 然后就这边拿着 对着吹不对 不是 我拿着 不是 不是对着吹 我拿着那个 电风扇吹那个杯子 我就这样吹 吹着吹着 我说我好热啊 我好热啊 我就这样子 我就小鱼没有看我 我就 我就不吹这个 我就吹着我自己 然后小鱼看到我就瞪了我眼 然后我马上 真的很好笑 就是很好笑 限量版手表 这 对 这个是我在第一次店员给大家送的 手表 虽然那个时候在我 大家真的是 哎 在我最开始给大家说 我给大家送手表 大家说 哇 好甜啊 林嘉宜店员还给大家送手表 天呐 林嘉宜好甜啊 然后等所有人拿了我的手表之后 他们就说 这么幼稚的东西 怎么带出去啊 这目的 妹妹和她不靠谱的姐姐 对 因为好像有一些新粉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送的竟然不是劳力士 原新粉 啊真的吗 这个事情你都听过很多次了 我记得我是 今年第一次讲这个事情 对啊你的现在还在我的初题里 所以说问题出在哪 不知道你不觉得很酷吗 没听过 对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讲这个事情 你可能没有补我的档 你不觉得这很酷吗 多酷呀 你出去 小朋友们都非常羡慕你 多酷呀 你吓死我了 哎呦 你看 哎呦 林嘉宜 不是林嘉宜 配叫错了 快元宝 元宝 元宝快来 我叫错了 下次还算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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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个对啊 是第一次 是第一次店员说给大家 小智商电话 什么小智商电话手表 是这样的 你看你可以给自己锤 但是呢 你还可以给你的好朋友锤 对吧 你看 可以给自己锤 你看 快点 多快乐呀 你看 我这个刘海纹丝不动的 不是 那个刘海纹丝不动 不是因为这个风力太小啊 是因为我喷了很多发胶 它还可以充电 充电 这个是充电的 它里面给你配好的充电线 好吗 然后呢 你看可以充 可以给自己那个吹风 对吧 你还可以给旁边的 就比如说你对象在边上 你对象说 哎呀 我好热呀 你说别急 等一下 你不是 你看本来是这样子的那个 是这样子一个对吧 然后呢 如果你对不对 你这个手法 就他一开始 你们可能在什么 公园里面啊 就是 伴着剩下的晚风 然后坐在公园里闲聊 所以晚风还要你这个干嘛 但是剩下的晚风 讲话 风吹过来是热的呀 你夏天的风吹过来当时 夏天的风吹过来好舒服 你知道吗 夏天三十几度的风 怎么吹过来是那个很闷的 那晚风都过来来这么浪漫的时候 你拿一个电手表出来再吹 你别这么幼稚 你别急 我给你 谁要买你这个手 这个很浪漫的我跟你说 我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你给你对象对吧 在公园里面就是我们谈天说地 是吧 聊聊什么的 然后呢你对象突然说哎呀 不想坐在这里了好热呀 好想回 我就给你放上去了 不然他会给你弄下来 他说哎呀 哎呀这个外面我不想坐在小公园里面 真热我想回到空调间里去 我不想跟你约会了我回家 这个时候你说 哎你别急 然后你就把那个手 就这样 这样一拿出来 你把你这个手这样一拿出来 然后你说你看这是什么 然后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你给你这个手 这是什么 然后他这时候一定会说 哇你这个表你手上这个带的是什么 好好看啊 然后你说这个东西 别急 然后你就把这个 现在 你就把他 掀起来 你说 你看 你看 你可以有风 我现在就一点都不热了 还有三档 看 现在最高三档 然后你对象这时候就会在边上说 哇天哪 好幼稚 好幼稚 你怎么是这么幼稚的人 分手 什么东西 好了 就是这样 这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不是你那个年代好吗 你以为你那个年代非主流呢 现在是2022年了朋友 还搞你这一出呢 00后的20岁了 00后的觉得你幼稚 还有个01 哎你0几来 你010的 22的人 搁着 这多好呀 对吧你对象肯定会说 天哪这个好高级啊 快给我也吹吹 吹啊 不会啦 坏了 你看这么廉价的东西 我跟你说 坏了 三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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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它修好的 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已经有看他了吗 是我自己 你拍的直拍 弄出来的 哪里弄的 录屏的是吧 吓死我 吓死我 不是彻底分手 分什么手呀 分什么手呀 一天到晚 你就把分手往嘴上停 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的 真是 等一下这个怎么修啊 现在年轻人真的是 东西坏了就想着分手分手 就不能修吗 你们感情淡了 就不能维修一下吗 就想着要换换换 怎么有这样子 真的是 你看 这不是修好了吗 上海这么严重 我们怎么搞 搞什么 怎么 怎么那个 怎么 剧场吗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这场对 你看 这东西 谈到对象脸上 不会了 谈到对象脸上 这时候你不就正好给他轻轻 抱抱 呼呼 痛吗痛吗 你给他摸摸 如果你一开始 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肢体交流 这时候你谈到对上脸 对方脸上了 你不就这样 你就可以摸摸他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事把你弄痛了 这样子 好多上海疫情视频 啊就是抖音里有很多 一巴掌就过来了 不会了 就是你看我修好了吧 这东西就是说 感情 就跟这个手表一样 出现了问题 咱们想着应该是去维修它 而不是换了这个出现问题的人 对不对 谢谢一加二等于三的笨笨 你看 如果你的推 是 红色 那个红色的应援棒 你就可以举着这个对着你推推 怎么变绿的 然后我们插对的颜色看到没有 三二一发射 明侦探阿姨 明侦探 明侦探阿姨好像有点奇怪 我 你拨 让我看刚刚谁说我小智障的 小心一点 还想买一个感觉很丢脸 不会丢脸 怎么会丢脸啊 这个多高级啊 多好 通行呆酒开始发病了 再不解封 姐就疯了 姐已经疯了 明侦探小姨 不对 不对 不能叫明侦探小姨 本来就小林家姨了 本来就在 本来就是那个日系偶像了 现在现在玩了一下更日系 明侦探阿姨 现在更日系了 完蛋 小零食吃吗 小蝦吃吗 那天 掃进了一口的水 这个人在思考 有类似的礼物临上 这可能没有其他类似礼物了吧 小智 我感觉这个礼物已经是 怎么说是我目前偶像生涯 我也就一年的偶像生涯里 最厉害的一个礼物了吧 你看 对真的是天花板 这个东西是不是 虽然看着非常的廉价 宝贝 塑料 谢谢掃进一口的瑞哥 你看虽然非常的廉价 塑料 比那个帽子帽子不是没有实行吗 你们不是 你们传单发了没有 现在传单也发不了 毕竟疫情 看你妈的廉价手表 你为什么骂 骂我 你为什么骂我 原宝都看不起这个 你为什么骂我 原宝 原宝 哎呀哎呀不要动我 现在都害怕你抓我 他在骂我 来我们交入一下感情 下次吹给我 为什么要吹原宝 石膏画 石膏画在我的箱子里面 我本来预备今年夏天给大家 送流体熊的钥匙扣的 然后现在疫情也内什么 快递怪都碎 拿一拿拿一拿 叔叔吧 拿着吧 他可能是生气 我刚把他的表弄坏了吧 这表多好呀 虽然有一些塑料 对吧 然后呢 但是他可以让你的那个 就是 可以让你拥有爱情 你看我刚一系列演的 对吧 就是 你过来干嘛 原宝你看我这表 你喜欢吗 你看 你什么意思 你看我这表你喜欢吗 你什么意思 等一下 你给我做好 你看我这个表你看 你看这个表 这个表这么好看 哎呀看 哎呀你看我这个表 怎么才可以拥有爱情 又有表就可以拥有爱情 你看你看一眼 他会他会他会发光的 你看 他有风 你看你看 你看 嗚呜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一眼 你看一眼这个你看 你不想看 我求你来了宝贝 哦你看他会发光你看 是不是红光 然后变成红 哦 好凉快 他干嘛啦 你不要对他吹 不少兩塊 吹吹耳朵 吹吹小手吹吹小骨子 袁寶我解釋你 是不是很漂亮 漂亮吧 沒事 媽了袁寶 這鍋還能變當然了 來寶貝 寶貝沒事 不會阿姨 你看這鍋 會媽媽 會媽媽 就很高級這個東西 你們怎麼會 你們一定要就是媽呀 有什麼掉毛罐 真的很酷 對吧我當時就跟大家說 那可能是 是貓的問題 表哥的表 你真的很會聯想 表哥的表是這個表 對以後誰再說我茶水表 以後千萬不要有人說我茶水表 我表哥的表是 小智障電扇手錶的表 我為他代言 這個要怎麼代言 睡一會 好不好 他在我身上睡一會好不好 你也是知道元寶為什麼 為什麼不理我 我這個做的什麼有有什麼那什麼嗎 我這 我這做的不對嗎 看人眼光真毒 看是什麼那個怎麼供電的呀 這個東西就是非常的高級 你拿個USB接口 你看可以充電看到了嗎 充電這根本就不需要你 你隨身放一個充電寶 對不對 或者你在外面 就是借一個充電寶 只要是安卓的口 它可以隨時充電 你都不用擔心 它吹到一半沒有電 對吧 你對象想什麼時候吹風 你就可以在什麼時候吹風 完全不用擔心不用害怕 直播下一個單瓶是什麼 我這也沒有掐單瓶 就沒有掐高級的東西 鏈接呢 鏈接就是你穿越到2021年 林嘉儀的第一場握手會的時候 上海的夏天覺得這東西沒用 那你就在秋天的時候 秋天有點冷啊 容易吹著感冒了 吹感冒了更好呀 你是不是 你這晚上那個秋天吹感冒了更好 你就可以去照顧他了對不對 對 絕了 這就是放在哪個季節都好用呀 你放那個 春夏天夏天說太熱了吹著風 春天春春天有很多小蟲子 你把那個小蟲子吹走 秋天你如果把他吹感冒了的話 你就可以給他泡感冒藥 你的泡完感冒藥 你可以送他回家呀 是不是你可以送他回家 對吃飯的時候吃飯的時候像疫情 這麼嚴重對吧 以前那你就可以這樣 然後餵他吃現在你就不能這樣了 就是對不對 你就只能掏出這個表 然後你給他吹一吹再餵給他吃 這樣子你們又健康又衛生 對不對你們這個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好 非常健康 然後非常的衛生 你對現在的防疫就是特別的那個什麼 孩子帶上對孩子在這個生意兒園 真的你就說天哪是我爸爸媽媽當時的定情信物 然後其他小朋友哇你的爸爸媽媽好浪漫哦 我的爸爸媽媽就沒有這樣子定情信物 絕了你的孩子也將被人羨慕 定情信物 定情信物 你們的定情信物 你們的定情信物 你們的孩子將被人羨慕 怎麼樣完美吧 冬天呢 冬天這個店 就是這個天是不是黑的特別快呀 天 黑的很快是不是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打開他 不對開錯了不好意思 這時候你就可以打開他 他就可以給你照亮前方的道路 如果你覺得前方迷茫啊 灰暗啊看不到一點希望啊 你就打開他你就可以照亮前方的道路 還會變色 我覺得非常好 真的哎這個東西就是 只有懂他的人才知道他到底有多好用 像你們這些不懂的就哎算了 就可能有時候吧有一些高端的產品 你們就是理解不了 我也就說沒有辦法強迫大家 想那個大貨的MC 他們哎六六七七在跳什麼 我沒有聽過這首歌哎有嗎一些 戴到最後還上身了 對啊就是那個我的應援棒 對我的應援棒 絕了這東西就是跟林嘉儀本人非常搭 別看美人看一眼嘛 小熊是不是還沒回來 我看他是回不來了 有沒有人出現智商手錶 啊就是沒有辦法 林嘉儀當時只買了20個歲 林嘉儀這裡也沒有庫存了 就是限量吧 有些東西錯過了就沒有了 我現在只能說是返場給你帶給你介紹一下 如果你還想要從我這裡出來的就是沒有 很可惜 這東西啊太可惜了 我就哎真是很可惜 限量20個小智 對現在應該有20個小智障拿到這個表 憑什麼沒有 因為你知道有些東西錯過了就是沒有的 你這個怎麼辦呢 你都錯過了 誰讓你最開始 誰讓你最開始 不犯我呢 很奇怪 啊你最開始不犯我 就是你沒有演過 雖然你現在犯也不算太晚吧 感覺被罵 有沒有小智障 就小智障手錶 這20個小智障 對 這20個小智障就是 你為什麼躺在地上擺爛 屈表呀 來 別跑呀 已經在了沒有沒有 他那時候沒有 這一個 這什麼時候 那時候總經都沒有開始 還是遺忘的國度的時候吧 是這個 20個雖然我就是雖然說 那20個小智障現在 但凡有10個留在這已經不錯的了 20個小智障目前大概有10個留在這了 就是10個我到現在還能看到他的那個 身影其他的就 其他的小智障就沒什麼 你的 就是你現在還不算太智障 也不是 就是你的智障身份 也不對 你的身份牌還在我這裡 你的智障身份牌還在我這裡 小智障 你怎麼可以跟妞妞這麼說話 沒有小智障手錶 還犯什麼 林佳儀 20個智障 一七身 什麼東西 我對我就是在看那個BJ的 他們的那個 智障一七身 還好沒嘗你拿 這是身份的代表 這是陪伴林佳儀身份的代表 雖然說智障聽的是難聽一點了 那麼 ZZ我們還可以說是什麼呢 最 智 啊 ZZ 有什麼縮寫 你們打一個打一個給我看看 好不好 謝謝小脾氣的螢光棒 喳喳 喳喳什麼鬼 智傑 智傑怎麼會是ZZ啊 珠珠 對 珠珠 感覺大家肯定不想當珠珠吧 外地粉絲沒人權 不是的 外地粉絲也有人權的 實在不行 我又不畫一個給你 醉證洗澡澡 澡澡也不好 好吧 祖宗 哎對祖宗 絕了祖宗 誰說一定是小智障啦 對啊 你看小崽子 小崽子手錶呀 小祖宗手錶也多好 給因緣會批發吧 因緣會 到時候他們發嗎 裝粥不好吧 突然發他 給你畫一個吧 給你畫個餅 詛咒 你這個就是我覺得馬上就有那種 刑法大隊把你抓起來 啊 你應該封建迷信 搞這些有的沒的 你有一點 不行 有機會來上海的話 就是你可以握手會的時候 來跟林嘉儀說 哇 我是智障 對我知道了 如果你們想擁有手錶 想擁有林嘉儀給你們畫手錶 你們如果有哪一次來上海的話 你們就說 你們就來到那個握手會 你們就坐在那邊 你們就說 嗨 林嘉儀你好 我是從哪裡哪裡來的 我的ID是什麼 然後現在我要給 我要給你對暗號 你要記得給我畫手錶 你要說 嗨 我是小智障 可以給我送個小手錶嗎 對 每一個人如果想跟他穿我畫手錶 如果你們很難相信我的畫機 誰說的 誰說的 我跟你說 絕對跟你畫的每個人都是限量版 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哦 你們真的是不相信我 先畫一個 自己看看 我這個 我跟你說 我這個 不行 我畫了不代表我是智障的 我不畫 我很聰明 我不畫 畫了我就是智障 畫胳膊上嗎 你想畫臉上也可以 你想畫哪都行 只要是在能畫的地方 我都可以給你畫 就是那一些比較違規 容易被劇場拉黑的那些部位呢 就是不能畫 畫額頭謝謝 那你那個不要流流海過來 可以去旁邊的對列嗎 哦 那你也是可以去旁邊的對列啦 就是說你就是去我旁邊的對列 坐下之後旁邊小微笑說 嗨你好呀 然後你說別別你好 我只是坐在這邊看一眼 林嘉儀 你就去我旁邊的對列 如果你不想我給你畫的話 你就在我旁邊的對列 你就 你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讓對面的小微笑就這樣看著你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三角關係 就不錯 三角關係就是 三角形 永遠是 最堅固的形狀 那我抱一下握耳圈 為啥 為啥 可以互畫額頭嗎 你想的也太美了吧 不可能啊 雖然我的額頭可能比大家 比起大家面積會稍微大一點 確實大家額頭上可能只能畫一個 我額頭上可以畫三個這樣的程度 但是那個沒有到80歲 我是不會把我的鐵鍋蓋掀起來的 去旁邊對列 然後電視我一下 不要覺得尷尬 只要你臉皮夠厚 你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的 對吧 是不是 有什麼好尷尬 千萬不要害怕 不要怕尷尬 三角關係 那個 那首歌是什麼 我們不是天使 別打擾你看 臉皮包 今天就是夢回一下出道吧 但是我感覺大家就是好像沒有 沒有太get out 我今天很想出道 我自己也就是沒有get out 林佳儀可以做得出來 林佳儀 確實做不出來 握手 鏡團後還沒有過大握手呢 鏡團後有過兩次 就是畫柄的大握手 第一次 第一次呢是總選結束 本來以為要大握手了 然後呢 因為疫情 突然來的疫情 結果就變成了答謝 對吧 總選答謝直播 我總的那張核桃眼給大家直播 然後大家就現在就會有那種什麼 單推王啊 Top7啊 總選朱莉啊 這些標標籤就有了 我記得最開始大家會不會說 大概直播完結束就沒有了吧 沒想到吧 沒想到吧 這八八子 他給你留了一年呢 到現在 這東西 總選朱莉這標還在 大家都已經麻了 之前剛看到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那什麼 現在都已經麻了 現在大家就看到就像沒有看到呀 都習慣了 就是只要你浪的夠多 你每一個小偶像的單推王是誰你都知道 單推王那個投票前期 你都能知道都有誰 就只要你浪的直播鍵夠多是吧 去的那場 對就是沒辦法 警告浪都是有代價的 還有總選朱莉 對啊 你看不見的嗎 今天這個總選朱莉 感覺是小智障 誰說的 你可別這麼罵他們呀 誰說在總選朱莉的 都是小智障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 那排名越高的 起不是 排名越高 起不是越 這個可不行了 對吧 那個 可以 就這句話 土土的這句話我記得 怎麼今晚來挨罵 沒有才沒有 去年 對去年好像都是口罩 是口罩合影 就是對 大家得戴著口罩合影 排名越高越糊 今天對 就專門走的是這個 老粉對 第一批外地智障 你總長就疼了 你別吃完就疼呀 累了 小智障是總選朱莉的20個基因圖銜嗎 對 算是 算是就是 有些智障就沒有辦法兌換 然後現在就是可以兌換一下 小智障 你想聽我罵你 為什麼想聽我罵你呢 我一般不罵人的 我只會陰陽怪氣 我一般只會陰陽你 但是你沒有什麼事情 可以讓我陰陽你 瑜伽衛跟動物說話這事很久了 什麼 瑜伽衛跟動物說話這事很久了 瑜伽衛跟 魚說話跟貓說話 跟狗狗說話 他跟動物這個症狀已經蠻久了 謝謝 有一點韓螃蟹的巧克力 在紅橋 對在紅橋 對在紅橋有個 帥起來就沒有別的男孩子什麼事了 對吧 又挑不離間的 看我很久都沒有那個環冰難路 是吧這症狀有點那個 你在早中選助理的好 後來你找完所有的好 他們動物之間 他們動物之間 那他們怎麼知道是不是哪一國的方言 零美雪不要以為成績好就可以為所欲為 莉莉全年級第一名有什麼用 我妹妹美雪每一次都是全年級第一 你好吵 我難吵 我大百球已經跳過了 你們不要看我房間嗎 怎麼回事 我練藍色景深褲不好看嗎 你沒有念台詞了 台詞是什麼 台詞是來和打擊玩傻巴 主人的命令是絕對的 林嘉儀怎麼樣 很適合你 超適合你 怎麼會適合我 這東西怎麼會適合我 用你唱歌的那個音色 我唱歌什麼音色 我唱歌什麼音色 哇絕了我跟你說 沒有沒有這個東西 來抖音 你讓我熟魂顛倒 給你來個本草綱目 大百球潮流怎麼興起的 抖音興起的吧 我記得還有什麼科目三呢 是不是 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 這樣我也沒少看 但也沒有衛生年保護機制了 所以就那個 好像抖音有那什麼 我在抖音上刷到過 你在想像我當瓜的樣子 我不是當過一次瓜了嗎 我不是當過一次瓜了嗎 在上一次的拍立得裡 然後上一次的哪裡當過了一次瓜 抖音裡當過了一次瓜 這還瓜 這已經是最瓜的了好嗎 這什麼拍的 這家拍檔拍的好醜 不行 我和我的拍檔都覺得拍得很醜 我不認你 你愛人不認 你不認有的是人人 你怎麼的 我摘個雙馬尾就不是了 那我為什麼不重拍 我說了重拍 但是 但是哥哥說 因為疫情 中心的拍的庫存沒有很多 就沒有機會浪費 對 就沒有辦法 你是不是沒有看我那天直播 好奇怪 你現在 我上次直播說過的話 你居然不記得 一定是那天睡著了 他忙了沒有來得及看吧 哎呀沒有關係的 好久不來都換風格了 我現在就是 好像蠻多風格的 直發的時候呢 你可能不知道吧 你真的很久不來 我都被認成很多人的前男友 沒意思 以前剛出道的時候 大家誰會說 林佳儀長得像自己的前男友 現在就是已經有兩位粉絲朋友說 我長得像他們的前男友 前男友 對呀你們都不知道嗎 那天 看了 LB比賽 這事當然了 又要說前男友 什麼前男友 就是那天有一個粉絲過來說 你們肯定也沒有在B站補我的Cut 這個在B站都被剪成Cut 你們居然都沒有在補 那天有個粉絲說 什麼像現男友 現男友是不行的 是不被允許的 雖然前男友也是不允許的 那天有個粉絲 就是沒有見過的ID 他在房間說一句話 他說林佳儀 林佳儀你長得好像我的前男友 一個可愛的小正太 這個第一個粉絲是說像小正太 他說林佳儀你長得好像我的前男友 一個可愛的小正太 然後第二個粉絲說 哇林佳儀長得好有少年感 很像我的前男友 兩個粉絲我記得特別清楚 好像有看到過對 還被推送過很多次啊 難道你也覺得我很像 不是 說一個前女友 前女友也有人說過像了 就是也有粉絲朋友 在握手會的時候說過像 說我像小學生 我最起碼也是個初中生吧 我怎麼會像小學生啊 走渣體 哦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笑死 這麼好笑嗎 雖然那天我剛知道的時候 我也笑了很久 就是 誰前女友這麼好看 可能我剛出到的時候 也沒有這麼好看吧 大波浪 我長得很像以前女友 大波浪姐 玩笑話沒當真 啊我當真了耶 我真當真了 前女友真的嗎 一直都 現在確實比之前要好看一些 我只會傻 其實我只會傻 和小五吵架的時候 像小學生啊 真的嗎 我什麼時候和小五吵架過 有卡的 啊我們有當著大家面吵架嗎 現在到第幾個朋友們 比前女友高 剛推銷手錶 我剛剛推銷手錶的時候 怎麼會像那個呢 對我剛剛看到了 那個鐵鍋燉珠 不要到玩演戲他們了吧 好玩演戲他們來了 讓我們一起來欣賞西門吹雪的舞台 一起看嗎 你們看不到吧 溫州盆地 哎呦嘎嘎姐 對 bg的直播 哎呦嘎嘎嘎忍 雖然這個我已經看過了 其實 sitten 这是北京的两个小偶像 然后比较高一点的那个是我的发小 是我从幼儿园到现在认识了16年的发小 后面的cut好像能提到我 陪我入团是真的好朋友 也不是陪我入团吧 人家也是来追求梦想的 哪有人是菩萨吗 天天陪我入团 本部这组MC很有趣 真的吗 我知道是什么了 所以我看这个 我的那个宝贝 就是 我有很多宝贝 他们小花花 可能是我延迟吧 为什么 全在了第一次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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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开始选的是上海 但是别人 领导安排他去北京 看到两位有什么期待 没有 这个是韩雪 这是我的竞争对手啊 朋友们 朋友 来开玩笑 没有没有 没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我们的舞台 问问问题的是李思 我有一种举牌的那种 李小姐的感觉 拜拜 让我们一起祝福两位新人 这全黑的完了 因为刚刚它挡掉了之后我就没有光了 小林的二弟 倒不是倒不是 这个东西可不能乱说 这个东西可不能乱说 看来新凡的这么多舞台 哦呦 iPad没变了 哎呦真不错 哇 Why you see this P4 这P4真不错 哎呦我们希希好帅呀 有一种奶帅奶帅的感觉 哎呦我们希希好帅呀 有一种奶帅奶帅的感觉 哎呦我不累吗我累 但是没办法为了朋友 哎呦好帅 我们希希好帅 我们希希好帅呀 救命呀 啊 过来他们俩站得好好 都举不动我 好厉害好漂亮他那样跳的 哎呦这个真不错 天呐这个grade 啊我们西西好帅救命 哦呦这个奇妖我们西西太帅了 但我一直不动 你必须点折 确实这个就是什么练过了和没练过的区别就能看出来了吧 哎呀天呐真不错 真不错就是天呐我们西西西西今天是帅瓜的程度真不错 西西好棒他们跳得好好鼓掌真不错 等我等我那个他们公演结束之后 去那个看看他的直拍 武伯涵没有他 对就是这个大家关注点不一样 就像小五关注的可能是那个他的粉丝 我关注的就是我的闺蜜 我的发小这个东西就大家关注不一样 大家各自的重点不一样 这不错啊我们我们西西 他真的有好久 每次问他在干什么 他都在连排档干什么 为什么不回微信我刚刚在舞蹈房呢 很辛苦 现在都已经9点45分了 他们点工演第二轮开始了吗 蓝色耳饰 嗯 是两个不一样的颜色哦 有没有发现 然后两边脸也是不一样 青梅竹马不几天讲 看这个会亮晶晶吗 不会 看这个真的不会亮晶晶啊 先去叫老公快去吧 快去夸夸西西 去夸夸他 跳得好好 等我下播了我再去夸夸他 青梅竹马不几天讲 今天好像是溜溜前辈 对今天是溜溜的生日够一样 但那个生日环境好像你过屌的 现在是最佳拍档环境 对我给大家快去叫 就是那个叫完记得回家啊 就这个东西就是你去别人房间 去别人家做客 很礼貌的喊完之后呢 是要回家的 不要赖在别人家不回来 知不知道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的 就是你们去完之后记得回家 这个已经九点多了 赖在别人的房间里面 不是不是赖在 就是在别人家里 待太久就是 会让人家觉得不太礼貌 又说哎呀 林嘉一家人怎么这样啊 是吧 记得回来啊 好像老妈 让你就是不要回 让你不要出去玩是吧 一上去就喊老公不太好 那你可以就是说林嘉一让我来喊老公 你可以 能从你老公那回 早去早回啊 是的 就是不要让对方家长造成困扰啊 千万不要住别人家 哎其实 其实我妈妈从小就一直跟我说 能不要去住别人家就不要去住别人家 她说这样会让人家很内什么 但是就是我妈从小给我灌输的是 你老公在哪 我老公我没有老公 我是我自己的老公 我那个可瓜可花吧 真的吗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报名次了吗 对 就是从头往下报吗 这么快已经第二轮了 眼睛起水了没有那倒没有 眼睛起水了没有那倒没有 眼睛都没有起水 嗨晚上好呀 这个倒不用没起水 有时候抽签这个东西也是命书吧 怎么说呢 谢谢你的十个巧克力 谢谢你的十个巧克力 对我没有起水 我的眼睛第二轮竞技的 应该都是吧 你这个抽签抽的也算是命书吧 有些时候对吧 你这个 是不是你自己抽的 对运气其实也算是一部分东西 所以大家才会去求签 就比如说考运 你们知道考试是有考运的吗 我这个签 我一开始觉得我还可以 就是我刚抽完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签还可以 全部抽完之后 我就觉得 但是没关系啊 这个东西 对就是没有办法 对是有学业运和考运 就有问题 我的考运也很一般 但是我姐姐的考运就超好 选导师也是运气 对很多时候其实运气 真的也占蛮大一部分的 我感觉 就比如说我非常的好运 在 15期出道之后呢 就被大家看到 然后大家喜欢 这就是我的好运吧 没有啊 我是最后一场 我是第五场 好好说话 我这说的难道不是 发自肺腑的吗 我这个当然是挺我说 谢谢你 怎么唱啊 挺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多美丽 救命 对看完所有分组 好了结束 结束 这个就是浅浅的表达一下我的谢意吧 能给到就给吧 给不到就算吧 算球 最早偶然点进直播 我把元宝抓过来跳这 他睡了 胶布呢 干嘛把我捆住 我跳不好吗 他睡了 给你们看一眼 睡在哪 又不知道为什么睡在哪 又不知道为什么睡在哪 元宝睡颜是真的美 啊 啊 美 美 妈 这么睡不良吗 不良吧 他可能就是因为热才睡在这 不然他平时会睡在板凳上 好随意啊 他真的很随意 他就是 要不要给他盖床被子 给元宝盖 我就知道 不用啊 小猫咪是因为小猫咪会怕热 他今天没有怎么睡 他今天真的请他回家工厂 不回 让他睡在外面 对啊 真的有时候也觉得能认识大家 就很幸运很开心 嗯 就都是缘分吧 命中注定的 我怎么笑起来是蛮猥琐 感觉说的一点都不是真心事意 我现在要给大家表演一下 什么叫一秒边哑光 看见我鼻子上泛起的油光了吗 看到了吗 我的鼻子现在是不是起油了 然后呢 现在我要把我鼻子上的油光给它压掉 看 我的鼻子是不是不油了 是不是很厉害呀 我这个技能你也会啊 真的吗 又开始了 哇 是不是很厉害 天呐 我究竟是用了什么办法让它不油 不愧是散粉 不愧是 嗯 牌子的散粉啊 这什么麻呀 这是散粉 就是你如果这是魔法吧 amazing 就是我们魔仙堡经常会使用这样的魔法 去别人直播间好老公了 就是别人没有把你赶出来吗 鼻子的油到嘴里了 那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那个什么啊 这个只能就把你脸上的油吸盖一下 就是你如果骨子里的这种 就没有办法 我见口红好淡 看到了吗 我爱心鼻孔 哎不行我的我的刘海 给你们看我爱心鼻孔 这种 看到了吗 爱心 能把脑门上头发变多吗 不能 这个最多 这个会让你脑门上的头发变少 因为它会把你的毛孔堵掉 所以你们 就女孩子或者男孩子们化妆 就是说千万不要化到发际线 就其实你们现在看我是不是底下 非常完整的一张妆容 其实我的额头没有化妆 我只化到眉毛 什么临家一嫁到 其实我就是那个妆我只化到了眉毛 额头上面就是 就是不化 就是不浪费化妆品 反正 对反正你看不见 眉毛是真的化 眉毛是真的化了 看到了吗 这是我的眉尾 虽然我真的很不会化眉毛 我真的超级不会化眉毛 解锁最新拍照姿势 这个刘海略微能看到的 这就是要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好像看到了又好像没看到 但其实我好像知道它的 它的发际线在哪 但这样一看吧感觉又还好 就是要这种感觉 一般看不清我的眉毛 我今天就刘海短了点 所以能看清一半 对吧 能看到 你们知道刘海如果到眉毛上面 会很奇怪吗 所以大家千万 就是刘海不要留到眉毛上面 就会很奇怪 好看 你是怎么闭着眼睛打出这样句话 打出这样子 再往上更奇怪 刘海不眨眼睛吗 不眨 你看我现在眼睛 离刘海有这么高的距离呢 也还好 那是因为没有给你看到 镜头 因为是我 那你就硬框阿飞 就是说 还挺好看 真的吗 走有一天 我会大光明的 你就是说 你也是 我都给看笑了 我都给看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直播间 有这样子的言论出现 原来是这样子的感觉 送我一副 可以送我一副牌匾 正大光明 蛮不错的 头像好远说 这个是一年以后 林嘉宜是 copy之前求的那个表情 让我来看一眼他 笑死我了 打野在河内算很好的 那肯定 我这刘海从高二到现在 当然好 好想骂他 别急呀 他再说一点 那就我直接骂他就好了吗 干嘛轮的你骂他 好奇怪呀 到底谁骂谁呀 你事情搞清楚没有 你事情搞清楚 你再过来吧好吗 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素质 如果你没有文化又没有素质 那随便说吧 没有关系 无所谓的 谢谢摸泡可乐的巧克力 学撒娇学怎么样 就是 就是那样子的程度 就没有办法 没有刘海就是会比较那个一点 突然好凶啊 就 没有吧 见过长短不一的刘海感觉 有点杂乱 杂乱 我好像 但是我好像一直都是平的 然后一定要那个 那什么 什么脏东西 对啊 脏东西你理他干什么 怎么狗咬你 你还咬回去嘛 无所谓 你 你爱你疯狗你去咬人 我觉得你还是去打个狂犬疫苗 把人家被抓进去打不太好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就是对啊 我也不懂来跳脚是什么意思 干海片是吧 干海片那个刘海真的被那风吹的 撒娇 其实我真的很没有撒娇 不经意撒出来就很 真的吗 干刘海 真的吗 我真的 我其实觉得我真的超不会撒娇 但是 但是 但是有些人他就一直说 林嘉宜你也太会撒娇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真的也会觉得我很会撒娇吗 就像那个能不能揍你 为什么 真的会 啊不会吧 肠胃还是不会武功 我什么时候撒娇了 很会点 我哪里点啊 我点 我点吗 今天说自己吃刘海 我今天打 我一边在吹刘海 一边在给那个 在给那个什么 再给 再给姐姐发微信 然后就打成了我吹个刘海打成了那个吃个刘海 拿烟烟走 就是跟领导的相处 你真的不能那什么 就像前两天不是刚跟领导有一些交流吗 不好好说话的时候就很点 不好好说啊 就是查理查气的时候就很点 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踹你 可是人家穿的是裙子 怎么那个怎么踹你 好言不言啊 就是你 你别那什么到我 我就不会那个什么 怎么他会的东西我就一定要会吗 好奇怪啊 刚上班的时候当着领导的面刷耳机 这个东西就是你确实是有点猛了 怎么在小区挖笋吗 我倒是也想交流一下怎么在小区挖笋 算了我们不要说这个事情了 到时候要说我什么什么 算了算了算了 吃刘海能补刘海吗 就是那要看你是吃什么刘海了 如果你是吃自己的刘海的话 可能再长出来需要一点一点时间 但是我这里建议啊 你去吃别人的刘海 就是吃别人的刘海会好一些 这样子 那是什么 挖笋心得 然后还有那个他团购的那个什么 戴出来 明天就要回学校了 但是我明天 嗯 那就你学校回来之后再补补我的直播吧 学习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一边学习一边想着 哎呀我没有看到林嘉宜直播真难过 千万不要这样想吧 我看看谁的刘海 余嘉宾已经没有刘海了 我爸还没有刘海 王一柳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现在只有熊子义有刘海 没有别人有刘海 看上熊子义的刘海了 熊子义的公主切 天天这样想 那不能这么想 你得先把书读好 真的 就是我觉得书读好还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要书没读好 你会像我一样知道吧 书没读好 你会像我一样 就没有办法说出很高端的话 只能说的非常浅显的话 你要书读好了 你就可以说出很多高端的话语 去学习了 所以对就是一定要像那个番茄一样 认真的去学习 但今天是周六吧 对大家还是要放松一下 多读书 不然早晚得进斯巴文化传媒 文化有限公司 手误和口误对 口误呢大概就是普通话没有练好 手误呢大概就是因为 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傻傻 书没读好的亏就是气死都不知道说什么 对我跟你说书没有读好 你就怎么样 你就 你就无能狂怒你就会生气一样 你只会生气 哎 然后你说说不出什么东西 或者你能说出来表达出你愤怒的就只有 一个字 三个字 对吧 这种 这种东西 昨天问老师林嘉宜是谁 老师问你是不是 真的吗 是开玩笑的吧 一句 对 就像我刚刚对吧 我只能说小智障手表 既然大家可以说出小祖宗手表 小崽子手表 我就只能说出小智障手表 三个字 三字经 就是会 那个 上升到一些 爸爸妈妈程度 你们老师如何时间 真的你们老师如何时间 这个衣服 很民国 我上一次穿民国的衣服 这个衣服是小鱼的拉票工业 他们叫我捡钱偶像 不知道 可能有很多新粉不知道吧 那个时候有 他们有一个 我去助演了一下 然后 玫瑰花 9999票一朵 然后 然后我穿了民国的衣服 他们 说我去 说我是捡钱偶像 嗨西西 哇王一熙你刚表演太帅了 我们就是直播间的大家都在看你的 什么歌来着 他跳了什么来着 支配人 对 我们那个就是 我们刚直播间所有人都在看你的支配人 啊 就是非常好看 非常漂亮 然后呢 我说大家就快去 快快西西 大家去叫西西老公 就是 我的天哪 刚大家都在叫你老公 你真的跳得非常好 你那个一个起腰 一个跳跃 哇真的 你跳得太好了 今天我是威神 你是我的 不要 对就是哪帅哪帅的 那小披风啊真挺帅的 要做被家暴的女人了 那一会儿等一下再看吧 我只对你们那个CP舞台比较感兴趣 其他的就是没有太感兴趣 没有 开玩笑 哇 下个就是你的unit了 还有你的unit 那你赶紧去准备吧 unit就别看了 unit有什么好看的 我只喜欢看 就是两个美女在台上的那种 一个人的就是大多数没有什么太互动的 那种躺在腿上的这种 我就不是很想看 我就喜欢 王一熙刚刚躺在寒雪腿上那一段 我就非常喜欢 是不是 其他的就是三个美女 三个美女我不是很喜欢 我喜欢两个美女就是躺在腿上的那种 如果你刚刚的那个 下一个就是如果没有躺在腿上的话 那我就不看了 你看我就不看 那你跟寒雪是一个 是一个unit吗 如果你们两个不是一个unit 那我就不看了 我不能接受你的身边站着其他女人 我只能接受你们两个同台 我只能接受你们两个一起站在台上 如果不是的话 我简直会很难过 我根本就看不下去 天哪 有cp解癖 不行 我不能接受你身边站着其他女人 刚刚不是三角最稳定吗 爱心调心吗 爱心调心吗 不想看爱心调心吗 没有雪雪 没有雪雪子 谁看你的爱心调心吗 你什么时候 那等他跳完了 然后问问他 他躺在寒雪腿上什么样的感觉吧 我这不是撒娇 我这是阴阳怪奇好吗 疼不疼 待会破房 不会 谢谢不会破房的 因为呢 我们两个的 我们两个的相处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不会破房的 天脸开玩感觉如何 爽 很快乐 真的很快乐 原来天脸开玩的快乐是这样的 谢谢是这样子回事的二十个荧光棒 谢谢你二十个荧光棒 现在被ky回来不会的 我觉得他的ky程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而且呢就是我看了一些cut 不会我不会被反击的 我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反击我 我看了就是那个他他一般就是说不过别人 没关系 未知的世界 真的原来天脸ky是这样子的程度 我以前一直不懂 我以前一直以为ky只是当着这个人的面提 另一个人的名字就算ky了 所以我以为我已经在ky了 没想到我没有在ky 我真是很入门 就只是很浅显的打开了一下门 还没有进去 再一个一粒就好吃 我也能 我也就能说得过他 我还能说得过一柳 其他两个说不过 一柳和小熊 文西我能说过 快去洗澡吧 拜拜 竟然把洗澡说成喜香香 喜香香难道不正常吗 谢谢诚哥的巧克力 洗澡叫喜香香 还有什么吃饭饭 这个是算撒 都算撒娇吗 他们也有恰到好处的羞涩吗 原来这个就是叫 这就是叫被ky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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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知道 叠瓷 叠瓷 叠瓷有点顺畅 对我就是很顺畅 叉 叉 叉 洗澡 洗澡 谢谢拿你的洗澡 快去洗澡 谢谢鸡腿的荧光棒 我叠瓷其实还行吧 我记得之前还有录过那个什么 姐姐贴贴 姐姐抱抱 然后姐姐什么什么 那个 然后哪一次视频翻牌的时候录的这个 洗澡 我知道是洗澡的 不是小指掌 撒娇发脸什么 好不好嘛 行不行嘛 求求你啦 是这个吗 人家是 我不想看到这句话 别跟我说这句话 别跟我说 别跟我说那一个 那什么 小兔兔 那是我出道以来 收到的最大的 当着大家的面 被动撒娇 说什么 人家是可爱的小兔兔 那个东西 对小兔没什么 自己补当看 别说这个 太崩溃了 太崩溃了 啥时候是刚出道的时候 垂耳兔这个吗 不是 我推比较像流氓兔 我不像 我不像 我推比较像流氓兔 出道的第一个MC 对出道的第一个MC 太崩溃了 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 我那个就是年少太轻狂 好吗 已经 不是是耳朵搭了在地上 那种 耳朵搭了在地上 是那种痛的 谢谢小天鼠的巧克力 多可爱真的吗 我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我的嘴唇可以碰到我的鼻子 你们能碰到吗 晚上好呀 你可以 你不可以 这一只 为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都可以 谢谢行憨憨的秋天的奶茶 谢谢不是土豆丝的秋天的奶茶 都可以吗 都可以吗 你们都可以 这是很正常的吗 这也不是很正常的吧 这个 就是你们知不知道有时候你们说那个就是你们可以单纯的说一下我不可以 哇你们要说林佳怡好厉害天哪我不可以 你们要这样 我这都都这个这这这手把手这饭都味道你们嘴嘴口嘴嘴嘴边前边了就是 那我再问一次我再一次啊 他我们再一次我们再再one more time 我告诉你们我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就是我的嘴巴可以碰到我的鼻子你们看 是吧是吧天哪天哪我也太厉害了我的天哪我觉得有些东西我就是可能是那个天生神力吧你都没有嘴 天生神力吧我太厉害了救命简直了做不到吧是吧对就是你们都做不到吧 就是就仙女才会这样子的就就我行你们都不行吧 哎呀 原来我还是有过人之处的嘛好了好了下次教你们啊 谢谢白胡子老爹超级帅的玫瑰花巧克力春天的奶茶有两个荧光棒啊 可以卷舌头 我不会卷舌头 怪不得麦子 什么鬼啊 咀嘴的时候把麦从这里顶到这里来了吗 我不会卷舌头 这算九十多吗 我不会卷舌头 哦他们还有说那个小拇指小拇指贴在一起越方的人越深情你们方吗 我说会人人让我表演这个才艺真的吗 让我表演绝嘴吗 你们方不方 这个就认真说啊这个这个就不要恭维我 这个就不要不要虚假 我这个方不方 我这深不深情 我这好深情 下个节目对眼 哦对我也会对眼 我有没有对上 等一下 我 我看我对眼能不能对上 我对上了吗 对就是要闭上 等一下现在眼睛有一点 刚刚有点太用力了 现在有一点 放不过来 好 你会眼睛朝左边朝右边 我不会 但是我也 我可以 我不可以 我有点晕 我当时如果翻不过来了 我应该就是整个斯巴 就以后大家看我上公演 都是那么跳舞的 我连站位都看不清楚 因为是对眼 哇有没有其他的技能 等你老了你也要胡说八道 为什么要等老了才胡说八道 你可以露脑门我可以吗 露脑门有什么稀奇的呀 我主要是平时都露 所以我现在特地把它放下 因为我想见你们跟平时 怎么说呢 就是特殊一点 不一样一点 我不想让你们觉得 我每次见你们都是 非常那什么的 所以我特地整理了 我的门里 把它盖下来 他领下一个跟住好快 你是什么 你可以素颜我可以吗 我 我可以不经意的素颜 就是说不是就这样当面做在这个素颜 就是不经意的可能出现在其他人视频里 其他人直播里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呢如果你看我素颜 认不出我来的话我也是没有办法 他们说我素颜像个 像个那个像个字母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说我素颜 素颜的时候像个字母 啊说我像 像林家姐姐吗 真的吗 你可以一手笔枪一手笔也谁不会啊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怎么比呢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会的 我觉得会 等一下 我肯定会 别急 我一定会的 再给我一个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又变成不搞了 这些东西怎么会搞啊 非常6加1 对啊 我可以一个手笔一个手笔 我是傻子嘛 我 28 这是 怎么弄的呢 这是8吗 27 哎呀不搞了 有一种把我自己就是 蠢蠢的样子 给大家知道 下面小波鸡 左手 左手的右手漆 那大家到时候直接120给我送往平衡录去 我一直都这样 对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包袱 鼻子还干 超干 就是它又流又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它又会往下 你又感觉它往下流 然后你又感觉里面很干 我今天捅那个 抗原 我还捅出了血 这样讲是不是有一点恶心 但是它那个血是 可能是里面干的血 凡事理可是我们没有凡事理 没有凡事理 只有 没有凡事理 牛鼻梯 对有点牛鼻梯但是有点干 请回头发房间 请回头发房间 什么鬼 刚醒的缘故 不啊今天做抗原的时候应该不是刚醒 因为那时候他们一家叫我 成头放杯水 往鼻子里撒吗 伤在你身 抗原 为什么有儿化音 就是我的儿化音很奇怪 就比如说哈利波特 我自带的 我自创的一些儿化音 比如说抗原 哈利波特 还有什么时候会加一点儿化音 有没有加实际没有 房间什么都没有 特儿 电源 对我还会说电源 圆儿宝 那不会 圆宝 圆宝 那会不会是小奶特儿 小奶特儿 是什么东西 林家银 林家银很怪 而化音基本都是北京那嘎的 可能是一柳家的 说明书上要先醒一下鼻涕 我困了 我现在今天22点17分 我们播到22点半 然后呢 我就去把衣服换了 因为我要把衣服还回去 然后我们今天就这样结束 我还有干什么来着 哦哦我要拍拍视频 睡吧你们看 就这样睡吗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真的会这样睡着 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啊 5月1号 应该是5月1号吧 也不一定 看看后面那个 是不是 开玩笑 就5月1号必然会直播的 不上课吗 电台 电台 电台很快啊 电台有空就会开了 等那个 那什么 对啊上课 上课就这样 好的那你5月1号 再回看 这5月1号 你往东北画给我发弹幕 因为5月1号化妆 对 5月1号5月1号会开视频翻牌 5月1号 5月1号 就是说4月份过完了喽 就是 5月1号的话就是4月份又过完了喽 这也太快了吧 等一下 这也太快了吧 等一下 这 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咋的咋的咋的 你快中考了 对啊 你快中考了 你快中考了 赶紧关了 赶紧去那个 学习去 2个月没见 3月5号之后就没有见过面了 3月5号之后就没有出过中心了 你要是天天这么乖就好了 我就给你天天吃 怎么样 不能再吃了 这有小学生 什么小学生 7月中考 哦 因为疫情吗 中考好像是会比 那个高考晚一点 而且中考好像是能延迟 高考就很少听说有人延迟 3月5错过的人 那你 哇那真的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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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见了 那你都在找工作 中考是初中生 中考是初中转高中嘛 对啊 福建居然没有延迟 可能你们那边没有那么的严重 6月28 对 一般先高高考高考完了中考 哦 好快啊 这一年都要过掉一半了 这春天还没过呢就来夏天了 毕业了 是的呀 是的呀就是 关了一个月了我也差不多了 还能吸引初中生 就是 可能因为我们心智差不多吧 上次就问你他不重视你 知道吗 他的眼里只有小美 所以说就是他不重视 2月初准备的握手礼物 结果到现在都要4月了 你可能一起结束会就去西藏 就这件事情了吗 对 你会去西藏吗 你会觉得西藏的好玩吗 你不要害怕哦 就是我们房间从来都不会孤独 没事 你就是害怕了吧 可能因为跟我说不到一起去 要整个元宝是吧 元宝刚不睡着了吗 就对他醒了 他应该是浅浅的 浅睡眠 咋的 怎么了 不是我们 好变态 带工吗 我想看元宝贴贴 是元宝和谁贴贴 小鱼吗 给你转过去看一眼 你把酒放下来给你看一眼 元宝和小鱼 现在在什么情况 这次能播吗 能可以播 你看 现在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学学他 我学不来 我没有办法对着元宝 你等一下 疫情结束了 你就要去洗澡了 我可做 我不行 元宝护养吗 我不行养过元宝 你就是有点臭 你就是有点臭 元宝 还是毛 给他说说吧 元宝和小鱼 元宝除了我和一柳 跟谁都挺奇怪 因为我一柳都是图像星座 真的 同样都是二十六的人 元宝就 对一柳就没有那么喜欢 今天好可爱 因为今天是出兔啊 上一秒站在一起下一秒臭 都这个程度的元宝还喜欢 妈妈都是眼里 谁说我眼里 我难道不是一个非常慈爱的母亲吗 我不慈爱吗 等一下陪我去录个视频吧 你刚录了吗 没有 有人 都有人吗 都有人 满的 我们家去录个视频吧 元宝和吴伯漢的关系怎么样 你待会跟我录这个 我知道 我就知道你要录这个 你知道我要录这个 因为你在看这个 所以我就知道你要录这个 好 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恐怖 跳得好好看 真的吗 就是 我的天哪 你们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好像有一点 预言家的身份 就比如说什么事情结束之后 我说他 比如说绝对会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过一段时间 真的会怎么怎么样 那天张燕燕还给我发微信 他说 天哪 以前还不知道你有这水平呢 有一点 有一点 哎 我但凡当是好好念书 我现在说不定就在什么 说不定就在什么 警察学校 全程毕业玩家 老人杀那个东西真没办法 那牌发到你是哪一个 你就是哪一个 你也没办法 而且我只能对熟悉的人 会有那个不熟悉的人 不熟悉的人我完全不行 啥警察学校 啊就是警察学校呀 大家难道不知道警察学校 会有 就是那种警校啊 我要读警校不是了 我以前有这个愿望 但是我不行呀 因为我眼睛那个 我不行呀 你眼睛 武警还是交警 也不是那个 我要登记好警话 原本 原本警话说是 不是 我不行呀我眼睛都数 不对体能也不行 然后那个 你们知道当兵连平底族 连当兵都当不了这件事情吗 就最开始的时候 我妈是想送我去当文艺兵的 你们知道文艺兵这个东西吗 然后呢 但是因为近视度数很高 对 因为近视度数很高 然后呢 我又是平底族 你们知道吧 平底族连当兵当不了 我是扁平族 对我是扁平族 所以走路走不快 跳高跳跑什么的 你们在和我警察说话 多少度 一只 一只七百 一只五百 对啊提前要求很高的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开始近视了 我是从 四年级吗 四年级开始近视 九百和八百没救 谁说没救了 我们就是虽然近视 但是还是会有其他的 适合我们的工作的 而且我的就是那激光吗 我不挤 因为我爸爸是 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们知道眼睛就是 只能动一次手术吗 就是人的眼睛一辈子 只能动一次手术 如果你现在去那个 瞇着眼睛看会不会 我真的看不清楚 戴影线看不清楚 就是你如果瞇着眼睛 不是也不是后遗症吧 就是你如果 我什么意思我在说什么东西 我这给自己无语了 就是人的一辈子 只能动一次手术 然后你如果去动了激光的手术 你那你以后眼睛 如果得了白内障什么的 你就没有办法动手术了 因为你的眼睛已经 动过一次手术了 你如果得了白内障 就没有办法再动第二次手术 测试里5.1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测的不准呗 就是你运气好 你那个你蒙对了 对激光了也行吧 就是看后面 就是看你自己那什么 然后 但是有一些太高度近视的 还是会复发 还是会需要戴一下眼镜 戴的隐形眼镜 女孩子们 一般戴隐形眼镜 比较多 不是 你是说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 你说5.1这个单位 你是不是废了 那你现在就感觉 如果你可能只靠一只眼睛 然后鼻子有点痒 干的有点痒 好想这样 有少女偶像这样的吗 这样捅进去 好痒 我在干嘛 鼻子很痒 里面很痒 很难受 很想 很想拿纸巾这样捅进去 手表可能是治理谁说的 5.1的单位应该要在近视上版的 不是啊 5.1你的眼睛很好了 对啊 明天可能还要继续抗原 就是眼睛太敏感的人 就会那 也能抠鼻子 少女偶像 就是说也能抠鼻子 但是 躲着镜头 那我那样回来会不好吗 那我那样会很奇怪吧 我那样回来就不好 好奇这啥原理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 睡懒觉 可以睡回笼一觉了 就是 拉丝了 你没事我再蹭三分钟 我没事我再蹭三分钟就好了 没有关系 别给他喂了 瑜伽喂 不行我只要给他吃虾的 今天已经吃了一盆了 不能再吃了瑜伽喂 妈 你都吃了一盆了 那你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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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瑜伽喂 真的是 玄学是蒙对的吗 他可能不进食吧 真的是被小鱼怕 小鱼就每次给他吃很多 还没下播 我要下播了差不多两分钟 小鱼对他很好 每次都给他吃很多 他被吓着了 这么大个鳖幕能不吓着吗 好像说是对不能让他再吃了 吃的太多了 喝了 耳环怎么了 没有就是 你看耳朵红了 有一点红吗 有点痒 这里有一点痒 我已经很久没有戴耳环了 然后就会有一点痒 他们太宠着他们 干嘛啦 编幕是你的梦中情狗 不准他能能从你吗 你这个白眼 早点休息累了吗 等下去录个视频什么的就那个 就意见舞蹈馆都没有吗 没有 FT也没有 FT笑点都没有 他录那个视频 舞蹈视频 我录音他现在录完了 你去看眼神 我刚去过了 又去了一次还是蛮的 会堵吗 其实也不太会堵 这个白眼 不心动 不知道他们在录什么 我要去录个视频 但是不是发 不是发抖音的视频 大笔东是什么是什么不知道啊 发B站 对啊发B站的视频 是一个大家已经看过了 但是呢 不管我就说到这吧 就是一个没什么 没什么那什么视频 但是已经表演过的东西 不心动挑战不不不不 就是给你一个嘴巴 好我下播了 看过呢不看 不看就不看呗 好走了拜拜 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垃圾桶 感冒的少女偶像的垃圾桶 是什么样子 感冒的少女偶像的垃圾桶 总是这个样子的 好垃圾桶跟你们说晚安 拜拜 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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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一眼云店员 是什么时间 然后发在房间里 拜拜了 拜拜了 谢谢大家今天陪我聊天 送我礼物 然后 然后我们一起做 好拜拜 辛苦了前辈什么鬼 拜拜 拜拜了 拜拜了 拜拜 元宝 大家说拜拜 元宝过来元宝 好了 拜拜 元宝过来 元宝过来